大家好,我是孟本柔的奶奶 你怎麼記得起來啊? 幾十年啦,56歲開始做 我回到家了 我今天要來途徑奶奶錄她做運動 奶奶 你好,不會 奶奶,我們今天再來錄一個做運動好不好? 好 要做哪一種? 你不是還有一種沒有做? 對 你都不緊張哦? 我不緊張啊 做運動是我專長的 她說要看你表現囉 好 奶奶,你準備好了嗎? 你在看啥? 步驅的兒戲 那你要先看完嗎? 有時間嗎? 可以啊 可以到2點 好,那你看完 好 奶奶,你看完了嗎? 好,那我們來教大家做運動 上次做到什麼? 那個30R啊 搓耳垂動盤有 有沒有做過?請跳吧打 有做過了 那因為鼻子的還沒有做是不是? 對,這個搓鼻子啊 搓耳朵啊,臉部的那個都還沒 大家好 還沒 預備 開始 大家好 我是孟哥倫的奶奶 我對 是要很反感 奶奶這個 這個你上次 別急講過了 我今天要帶來的 一般年齊到了更年齊以後 就會有股時間 像我現在做這個運動 一定不會有股時間 那我現在開始做 兩個手插在腰裡面 脖子前後 三十二下 三十二 左右 三十二下 多轉十六下 六轉十六下 這個是脖子上的運動 我雖然是九十歲了 我病理上面沒有感冒這兩個字 這個中指 兩個中指 抽這個鼻子 抽一百下 每天早上 一百下 需要擦一些乳液再搓嗎 沒有,就是這樣子搓 這樣不會破皮喔 不會 搓完以後呢 很多年紀大了 會有胰尾紋嘛 眼睛這樣子 六轉十六 六轉十六 轉完了以後呢 這個太陽蟹 還有這個蛾紋 第二個手指 按這個鼻子 這樣子 也是按一百下 我們全身 神經最多的地方 就是耳朵 現在要抽耳朵 感冒就是耳朵 喉嚨 鼻子最開始感冒 也是用中指 前面三十二 後面也三十二 整個耳朵抽 這樣子也三十二 你怎麼記得起來啊 幾十年啊 五十六歲開始做 很多人年紀大 不用去醫院拔牙齒 自動牙齒會掉 那個就是 牙倉肉老化 沒收 牙倉肉是什麼 牙倉肉就是 長牙齒的地方 就是牙倉肉啊 兩個手指 這個第二個手指這樣子 也是給它抽 三十二 拖完了以後呢 因為感冒的人 頭髮就會頭痛啊 然後拖過手指這樣子 梳頭髮這樣子 這樣子前面 一 二 抽三十二下 我先生有一個長官 每年我去拜年 他都會感冒 我就叫他抽鼻子 抽來以後 從此就沒有感冒夠 這樣子就做完了 那我要仔細來試試看 好 剛剛看奶奶做完之後 我對奶奶有幾個動作 特別的有興趣 這個我很好奇 奶奶你說中指在這是不是 還沒有轉脖子啊 這個我先跳過 我做比較有興趣的 給大家看 這樣子嗎 這樣抽鼻子 抽一百下 奶奶我戳起來好醜喔 管他你醜不醜啊 你健康就好啦 牙倉肉 是用食指抽 這個食指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奶奶真的對嗎 這樣子搓到牙腸肉沒有搓啊 所以我現在你看 這是我自己的牙齒 居然90歲 我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牙齒 才讓我們一起搓 這樣對 這樣子 奶奶你今天 教了大家幾個動作 你喜不希望大家以後都要跟著你一起做 是 做到就是健康 就不會感冒 而且也不會有五時間喔 你連更年期以後就會有五時間喔 喔 奶奶你幾歲更年期的 56歲 56歲更年期 你就開始做這個運動 對 後來就開始很健康是不是 對 希望大家今天看完奶奶的影片 要跟陳奶奶一起做運動喔 謝謝大家 你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 藥喔 濃滋病也濃上身體 我對吃藥是很翻轉的 我都是用食物啦齁 還有做運動來解決 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 開始拜 愛你喔 好 剛剛 跟奶奶一起做運動 發現奶奶的桌上有一個老哥大拳 唱歌也有一身心健康 好的 今天這一集又莫名其妙的結束了 奶奶真的好可愛唷 有空的話可以跟著奶奶的運動一起做 奶奶真的 我要再三強調 她畢竟她不是一個非常專業的衣食 奶奶說這樣子戳就會沒有餘尾紋 然後我是不太確定 這樣子戳會不會有更多的餘尾紋喔 但是如果戳戳鼻子 戳戳這個 可以通血路 我覺得應該是不錯的方法 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下次見 希望我可以很快再帶給大家影片 我戳到哪裡我忘記了 頭上的耳朵 對對對 肩膀痛 肩膀痠是屬於五十肩的耳病 我今年已經九十歲了 我病歷裡面沒有感冒這兩個人 這個 你講太多次重複的話了 對 哈哈哈